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最近很火的蟹菇滑蛋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道菜鸡蛋和蟹菇嫩滑好吃 还有酱汁配饭吃很开胃哦 材料有鸡蛋蟹菇葱姜 蟹菇剪好备用 将切片 葱白和葱青切粒分开放 葱白和葱青切粒分开 鸡蛋打入碗内加盐打散 炒香姜片 葱白一起炒 下蟹菇一起炒香 把姜片取出 把部分蟹菇加入蛋液内 煮开后加酱油煮 撒上手磨黑胡椒粒 撒上手磨黑胡椒粒 下玉米水勾芡 酱汁放一旁备用 准备好另一个锅来煎蛋 倒入蛋液 鸡蛋 鸡蛋不要煎过熟不然不好吃哦 煎蛋 煎炒香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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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就可以了 鸡蛋倒入盘内 倒入蟹菇酱 蟹菇滑蛋就做好了 好香呢 鸡蛋嫩嫩的 配着嫩滑蟹菇和酱汁一起吃 真的超级美味 上网找了些关于蟹菇的资料 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蟹菇有很多健康益处 其中最显著的是其抗菌特性 人们认为蟹菇具有抗氧化特性 可能有助于防止细胞损伤 而细胞损伤会导致某些类型的癌症 它们还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 并促进消化健康 蟹菇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防止血糖水平急剧升高 防止肥胖并缓解便秘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鸡蛋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66个美味鸡蛋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